在日治时期啊 它是属于培养农业的地方 到了民国五十年左右 那时候的台湾省政府教育厅 为了照顾全国高中以下的老师 有一个会馆 开会啊 或者是他住宿啊 或者是用餐啊 的一个综合性的文康场所 由当时的建筑家 而且是台湾第一个女建筑师 休泽兰女士所设计的 休泽兰女士所设计的 可能各位没有印象 第一个 她在中部地区就是日月坛的教师会馆 她是她第一个设计的 两年以后 教育厅就请她在台中高农的土地上 盖了台中教师会馆 现在很多教师会馆都不见了 但是台中教师会馆依然存在着 她表现的是有中国式的那种宫殿式的美食 同时也是作为当时台湾省党部 知识青年党部 就是大专院校教授学生的一个知识青年党部的办公室 我都亲身经历过 可是当台湾精神以后 这栋房子播交回来给台中高级农校 台中高农就把它变成 这个实习银行 实习观光旅馆 实习观光旅馆来使用 里面有很多精彩的住宿环境或者是用餐环境 其实是可以在活化变成台中人的一个记忆 欢迎大家 感谢观看